谢谢吴老师的介绍 今天来分享的可能蛮多是失败的经验 因为还没成功 在还没有成功之前 基本上我们不敢说是成功的状况 所以现在很多是失败的经验分享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投影片的第一页 放了一台脚踏车 那是我平常上下班会骑的脚踏车 下面那些火焰的照片 是我以前做燃烧研究的时候 是我拍下来的那些火焰的照片 换个角度想 我的专长其实跟我们吴老师 跟我们在座有些同学可能蛮接近 我是学燃烧的 学流体力学的 那为什么会来做早期发电 也许等一下可以跟同学们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做早期发电这件事情 跟我做燃烧 学流体力学学机械的 有这样的关联性 那我要是得讲一下什么叫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基本上不是一个产业 虽然它是在政府里面是5加2的创新产业的其中的一环 可是我刚才用其中词叫一环 它不是一个产业 但是循环经济这个模式会发生在不同的产业里面 或者产业跟产业的中间 什么叫产业 半导体产业 大家这个应该很清楚嘛 实化产业 可是你不太会看到一个东西叫循环经济产业 因为它是一种模式 这个模式会发生在各个产业里面 或者是产业跟产业的中间都有可能发生 那循环经济的重点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零废弃 零污染 所以它架构的一个精神是在经济发展跟环保之间的事情 就称为循环经济 如何可以兼顾着经济发展 又可以不会污染到环境中间创造的价值 其实是循环经济 经济最大的目的是要赚钱 所以我先下这样的注解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基本上它解决的是环境的问题 创造经济的价值 这是循环经济的一个概念 那在我们目前推的循环经济里面 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所谓的生物循环 生物循环顾名思义在这里面的重点都在生物 什么叫生物 动植物都叫生物 所以它本身就有自然的一个cycle的话 基本上它自己就去循环 不用我们去处理它 只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有些价值可以拿出来再利用 这个是生物循环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叫做工业循环 工业循环的目的就是 希望你不要再产生那么多的废弃物 你的料源可不可以做最充分的利用 所以这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模式会产生出来 举个例子好了 很多生产的脚料废弃物 可不可以用的产业去做利用 或者你以前买这么多设备 生产设备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买了 你用租的就好 因为你买了之后 总是就其他的民族建的 废弃物的东西的产生 乙珠代购 也是使用的模式 所以在这里面环节 大家可以看到 早气在这边发生 早气在循环 生物循环里面是个 蛮重要的一个题材 很简单 因为早气是能源 我先做个普查一下 有听过早气的人 举手一下 我看一下 早气 应该有一半以上 那知道早气是什么人 也举手一下 我看这个 可能不太好意思举手 大家举在心里面 我都看到了 早气 基本上早气的 为什么要取早气这个名词 是因为以前在沼泽这种地方 比较会有早气 所以我们在中文翻译上面 就叫早气 因为沼泽所在地 代表它泥巴很多 有机物很多 水很多 这个环境里面 比较容易形成 所谓厌氧的条件 就产生早气 所以大家生活中 比较常听到早气来源 会在哪里呢 水沟 那么听过那个什么 哪个工程 在挖水沟的时候 那个引爆了 水沟里面的早气爆炸了 然后谁受伤了 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 是属于厌氧的条件之下 就产生早气 早气里面主要的 会引燃的主要成分 其实就是天然气 就是甲烷了 所以从我角度看 我们学燃烧的 我们跟我老师 一样我们学燃烧的 我在锁定这个标的物的时候 其他不去做 为什么做早气 因为它里面就是甲烷 我可以把我的专厂 用在这块 因为那是我们会的 只是它的料源 不是那么的单纯 它有其他的组成 包括有一些二氧化碳 有一些水 有一些硫化氢 其他气体在这里面 但是它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是什么 CH4 甲烷 我们只把这样的东西 拿来做能源应用 包括发电 好 所以这个已经 帮大家稍微定义一下 什么叫循环经济 早气是什么来的 那今天谢谢吴老师的邀请 所以我今天有个机会 来跟各位同学分享 我推动早气发电 大概是从105年开始 那个时候政府开始 要推动 就是蔡总统上任之后 开始整个绿能 大力去推动 第一波叫太阳光电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第一波是太阳光电 那刚刚第二波 就是刚刚吴老师有提到的 离岸风力这一块 接下来我问大家 问各位同学个问题 那你有听到第三波是什么吗 第三波是什么 还是我们这两波做完 我们大家就可以打包回家 政府要打包了吗 其实不是 其实政府包到此时此刻为止 不断在思考第三波会是什么 那我这边有一定的把握 可以跟大家讲 升职能应该是接下来的重点 那早气发电都在升职能里面的很大的一块 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以后想跟能源相关的工作有关联的话 也许可以注意一下 我等一下讲的一些议题 好 那既然邀请我来了 我本人还是要做点工商服务 当然不是要大家做早期发电 因为做早期发电 那个金额的投资还蛮高的 大家如果对未来的职场上面 有一些想法 我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公盈院中分院的团队 本团队以追求对环境零污染产生绿能高价值为目标 希望可以吸引到优秀的人才进来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影片 看一下我这个团队在做什么事情 因为刚好最近有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团队 刚好上礼拜周末有播 我刚好就跟丁萨说 那可以借我来成大这边播一下 也许可以帮助大家了解 这个团队在做什么事情 大队人马带着独门给西 迅速分配 组装 准备开工咯 走在狭窄的化粪池高墙上 一个重心不稳 结局就会很悲催 不管你是大男孩 还是小女生 多少都会轻轻胆战 但瞧瞧她们没再怕 我们踩一下那个 负义分离机出来的水质 看看一下原水状况好不好 用自己DIY的成熟 捞起来的就是室物厂的猪粪水 因为集中发酵 不仅很有味道 视觉上也不太好熟 现在放流水的PH值是7.52 是在法规正常池的标准之内 从原污水一路检测到放流水 每个环节都要仔细掌握 水质量测小组替迅速床打关 让最终排放的废水符合标准 而另一头正在检测的 是沼气发电品质 这边量测到的话大概是226k瓦 基本上已经接近它230k瓦的满发情况 仔细解说分析结果 除了监测数据 沼气发电小组还要协助农民 排除发电机的技术问题 如果设备临近蓄设 为了避免危害株质健康 他们还会穿上防全衣 他认为你要给他吃饭了 这些早期可以做早期再利用的部分 包含瓦斯加热乳 早期保温灯 甚至可以拿来做厨于真主的加热 如果早期让产气更多的话 我们建议可以去做早期发电再利用 因为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我们在呼吁分离机的清洗方面 除了自动冲洗之外 我们还是要做一下人工的冲洗 好那我知道 这个部分我再改进 红茶色其实很正常 1515张 其实有香香的味道 香香的 就是会有一个草味 毫不犹豫把鼻子凑进废水杯 对于处理过的粪水超级有信心 领着台大学历 放着百万年薪不领 跑到养猪场来操劳 不为别的 就因为环境已经经不起更多破坏 到电子厂不是我个人的志向 因为我觉得 希望可以把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可以真正应用在产业 帮产业解决问题 这是我当初小时候的梦想的 印象的深刻有一次 我们为了要踩池子里面的水 但它很低很低 那我们的勺子都不够长 那我们就看到有一只梯子 刚好插在里面 我就沿着梯子爬下去 然后呢终于摇到水了 结果我脚上的那个梯子断了 然后我就剩下三根手指头 扶在岸边 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赶快先把水拉上去 即使舍身取义也在所不惜 这个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团队 个个都是高材生 现在我们先检测 现场那两侧的PH更多 PH啊 对 还有养化法亦的电位 跑遍全台湾的养猪场 一天要去五六个地方 一整年下来出差上百次 他们在现场发现的问题 采集到的样本 都要赶快带回实验室 进阶处理 带领团队的是早期发现队长 李智杰 台大清大机械博士 擅长环境工程和燃烧技术 四年多来 智力帮养猪场转型 已经辅导超过七百场区 我们雷射的光源要对准 我们测试区的正中间 要垂直于地面 引起你看 我们透过我们的方法 我们整个气体分子的 运动的轨迹都看得到了 所以以后在养猪场 这些臭微分子运动的路径 就像我们在实验室看到这样 以后我们只要在这扩散的轨迹 路径过程当中 去做臭微分子的捕捉 我们就可以把养猪场的臭微分子 做充分的改善跟解决了 没待在养猪场的时间 就是在实验室里绞尽脑汁 想着该如何把污染再往下降 工研院李志杰博士 和这一群充满热忱的子弟兵 每天忙到晚上十点钟 确实乐此不疲 因为每个训目场所面对的问题 或者是瓶颈 其实都不太一样 有些可能是执行有问题 有些是可能技术有缺乏 设备有缺乏等等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本团队都主场的 提供每个暗场客制化 你需要的设备 需要协助是什么 有可能是法规行政面协助 有可能是技术的协助 我们意义都提供 让很多过去可能 无法解决问题 像意义都可以突破 我这边工作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应该也是目过于 就是真的有帮助到农民 就是解决到他们 就是场内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再让我选一次的话 我应该也是会从事 畜牧业的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在这边工作起来 很愉快 很有成就感 绿色畜牧向前行 台湾养猪 加油 看完影片有人想加入本团队吗 好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刚刚吴老师有介绍我是学机械的 学机械的人怎么会跑去养猪 这个应该是个蛮特别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常吃猪肉 你很少看过活的猪 死的猪 当然在家里妈妈都把它煮掉了 有真正看过活的猪的人有吗 举个手我看一下 好不好 色香猪不算哦 东远的也不算哦 是可以吃的猪哦 你看相对比例就少了很多哦 我当时在找研究的议题的时候 学燃烧的人 为什么敢跳到养猪场里面去做早期发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自己在亲身面对这样的事情 甚至可能未来大家会亲身面对这样的议题哦 我们在机械系毕业之后 你的就业你想往哪边去 我当时也是面对这样一个议题的思考 那我后来选择了 我跳到养猪场里面去做早期发电 很简单 因为我会燃烧 我懂得早期怎么再利用 可是这个实现的长域 并不见得是在学校实验室 不见得是在怎样的工业的长域 它目前在台湾 它可以实现的长域是在养猪场里面 我就跳进去了 而且当我跳进去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是 原来没有工业的人跳进来 没有人工业的人会跳到农业的圈子里面 去做这样的事情 甚至再讲得更直接一点 本身做人员做燃烧的人已经非常少了 何况来碰生殖人 碰早期发电这块的人就更少了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 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一个 当你以后再选择你的发展的时候 你选择要是一个 已经所谓的发展完全的成熟的一个产业 还是它正在萌芽的一个产业 这个其实完全不一样思维 我个人喜欢去找一个 它正在起步 正在准备起飞的那个产业 如果这些产业已经飞在天空 飞得非常好了 它接下来追求是cost down这件事情 就比较不会是我个人想去追求的 所以我在选择早期发电这么一个议题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考虑 慢慢再跟大家做分享 我像我的团队含我有17个人 为了要做养猪厂的早期发电 我去了解什么叫养猪 刚刚影片里面有个同仁 穿着蓝色的防护衣 那是我的同仁 他本身是学畜牧的 他甚至还有个专长叫分切 大家知道什么叫分切吗 你在家里吃到的猪肉 应该都是要么是三层肉 要么是鲤鸡 要么是猪脚 你觉得是谁帮你把那个分切出来 当然 肉店的老板是一种人 否则基本上台湾的猪肉屠杀之后 都到分切场去做分切 那我其中一个同仁的专长 就在饲养跟分切 所以我每次跟这个同仁讲话 我都非常的客气 免得哪天把我去分切了 真的还看不出来 这是谁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团队里面 有含不同的专长 有含机械专长的 学能源的 学环工的 学训目的 还有学法规的 甚至大家会看一下 有位老先生 他大概已经67岁了 他是个政治人物 他当作县议员 他都在我的团队里面 我刚刚讲过的时候 这个产业正在起飞 所以他很多的技术层面 设备 产业的条件 包括法规 政策 都还没完全成熟 刚刚讲一块叫什么 法规跟政策 所以一个产业要发展的时候 其实要把那个环境的条件 先准备好 其中很大一个环节 就是法规跟政策 所以在处理法规的问题 政策问题 我们就找到一个专业的人 来帮我做 所谓的政治协调 就是我们 我的团队里面 就有一位先生 帮我处理这样的事情 所以 整合的不同 跨领域的专长 我们就组成这样的团队 专心的来帮 台湾的早期发电 做推动 好 那竟然 为什么台湾要做早期发电 基本上 蔡总统上了之后 我们要把再生能源的占比 拉到20%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说 第一波推完的是 碳能光电 第二波是锋利 第三波很有可能是生殖能 所以我们认为生殖能 在整个20%的再生能源占比里面 是有机会帮上忙的 所以我们就提出说 应该来推动 生殖能 还有早期发电这件事情 那 基本上早期发电 在行政院的定调 它不单单只是个能源政策 我刚讲了 能源占比20% 这是能源政策 早期发电在台湾 不是只是个能源政策 它同时也是个产业政策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只是要拿它来发电 我们要早期发电产业 在台湾落地生根 代表说 以后会有很多家公司 专门生产制造设计 早期发电系统 要这个产业在台湾落地生根 所以不单单只是个能源政策 同时也是个产业政策 好 那很多人可能对早期发电 还是有点陌生 我说 包括我自己在推动政策 大家还是很陌生 我说那没关系 你可能对早期发电 这四个字陌生 但是你对钱一定不陌生 所以我都跟每个人 想要做早期发电 可是又有点不太了解 我跟他讲 钱在哪里 目前做早期发电 在台湾的话 能够拿到钱 大概都这几个部会 第一个 环保署 为什么环保署 我刚刚讲的循环经济的目的 是在解决环境跟经济的问题 所以环保 所以环保署在这里面 就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环保署就提供 假设你想做早期发电 他提供补助的资源给你 就是钱给你 另外一个是经济部能源局 当然吧 早期发电跟能源密切相关 所以经济部能源局就给补助 第三个 农偶会会给钱 为什么 因为现在早期发电锁定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养猪场 所以农偶会会给钱 好 那基本上 我目前我自己的角色是 因为农偶会养猪场是走第一波 所以农偶会这边相关的计划 与我在负责 同时整合环保署跟能源局相关的经费 让早期发电在台湾能够推动 好 所以钱已经讲完了 以后如果家里有养猪的吗 哎呀没有 听完今天的演讲 回去可以准备养猪 养猪很赚钱的 这个大家知道吗 养猪非常赚钱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假设你是5000头左右的规模 5000头的养猪场 你大概老板韩员工 大概5到6个人就可以解决了 照顾5000头猪 韩老板5到6个人 一年的净利最少2000万 所以不要看不起养猪的人 他可能是很有钱的人 现在因为有美猪的议题 所以基本上政府会把台湾猪肉 这个当作很重要的政策 再推动 包括能源的议题 猪肉的议题 环保的议题等等 所以我认为我运气蛮好的 这几年做了早期发电 又跟养猪场 这个环保的议题密切结合 然后因为政府也在支持推动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就比较多的资源持续投入到这一块 所以大家都在思考 未来你的发展是什么 也许可以多洞悉一下 整个大时代 大趋势是什么 找到未来方向是什么 OK 所以如果可以自己没办法养猪 那就想办法多生世界养猪的朋友 也是不错的 好 在生殖里面其实早期发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环 那早期发电其实具备怎样的特色 第一个 这是我很喜欢讲的 它是个当机仔 机仔就是说它可以当基本基础的电力 它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早期 其实就是甲烷 那我们评估下来 全台湾如果做早期发电相关产业 可以达到130亿的这样的产值 所以不是只有农业可以做早期发电 工业也可以做早期发电 好 那等一下怎么去做早期发电 等一下我再慢慢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们先讲一下 目前政府定的目标是 希望114年的时候 早期发电可以达到30个MW 多不多 好少 随便 那个方便超过这个装饰容量了 可是我刚才讲过了 它基本上平均的发电 只剩下6个小时左右了 所以代表说你只有 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发电 可是如果今天是早期发电的话 它是可以做到24小时发电 所以它真正发出来的电量效益 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把这个成长四倍 代表说它起码有120个MW的产值 而且我们这样评估可能是不止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大家会评估说 好 现在政府定的目标是希望达到30个MW 那此时此刻已经做到多少了 最后很抱歉跟大家讲 我只做到5个MW 目标是30个MW 现在我只做到5个MW 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差啊 效率的那么差啊 可是我再换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讲 如果我今天说目标是30个MW 我今天已经做完30个MW 那请问各位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没大家的事情啊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 好 政府有定了30MW目标 可是目前达到5个MW 我们开始要思考是什么 那剩下的25个MW 怎么去把它做出来 有没有可能透过大家的合作 你因为我的合作 一起把目标完成 这才是一个我觉得有发行李的一个点 否则如果它已经全部做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打包回家了 那基本上做早期发电 它其实还有一个效益 是减碳排的效应 夹碗冷身是个很严重的温室气体 这个应该工学员大概应该多少知道 它的温室效益是二氧化碳的25倍 所以如果把它释放出来 对环境是非常的不好 我今天如果把这个夹碗收集起来 烧掉发电 我一个夹碗会变成 这个国中话 底话应该学过嘛 现在我少兔就变成西欧兔 加上去凸我嘛 只会变成一个西欧兔 我从25倍的温室去成 一个人的温室效益 从此我得到了什么 能量 这件事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啊 可以环境好 又有效益 所以我们在做早期发电过程当中 我会发展有些暗场 申请探权 你真的是把碳的释放量下降了 否则原本没有再利用 没有拿去发 取消的话 你是25倍的碳排放量 那你现在变成25分之而已 这个碳的价值是可以拿来交易的 刚刚影片里面有个牧场叫 群牧场 唯一全台湾目前第一个 做早期发电 拿到碳权的 早期是有机子 在艳养环境当中 透过微生物的发酵 这个叫做产生的气体 里面有含甲烷跟二氧化碳 跟一些其他的气体 这东西叫做有机质 有机物质 所以哪一天 搞不好以后 我们不用再把它埋进去了 也许是放到那么多叶氧槽里面 对环境 对能源有所贡献 以上是玩笑话 我们慎重追缘 但是的确在国外做早期发电的时候 有些动物的尸体也是其中一个料理之一 包括脚料 或者是死掉的鸡猪 这些都可以拿来做早期发电 它也是其中一个废弃物 去化的方法之一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有机子 在艳养环境当中 艳养这个字眼大家听过吗 艳养顾名是就是讨论艳养的 缺氧的环境里面 基本上微生物 细菌可以分两大类 一个是喜欢氧气 一个是不喜欢氧气的 所以基本上 不喜欢氧气的那种菌 我们叫艳养菌 它通常就是在艳养的环境中 才会产生这个菌 因为它就是不喜欢氧气 才会发生 在充满氧气的存在的微生物 通常就是耗氧菌回族 所以在艳养的环境当中 透过这种发酵 跟艳养发酵 就产生早期 就这么一回事 库弥匙它真正是怎么做 我把有些有机子 丢到一个桶子里面 盖起来 就盖着 过个几天 你发现桶子膨胀了 早气跑出来了 那个就是早气 就可以发电 没那么容易 所以以前的人会觉得早气发电 一开始认为说效益不大 为什么 我这些料源 要放在我的桶子里面 放多久 会产生多少早气 这个时间的成本 这个设备成本 能够到发电的效益 可不可以平衡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赚钱 这变成就是个重点 那我今天会站在这里 当然会跟大家讲 他可以赚钱 亏钱就回来了 他是可以赚钱的 自己怎么赚钱 等一下我慢慢讲 所以艳养 其实就是在艳养环境当中 有集结艳养菌 就帮你做分解 这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早气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但是一套可以用的系统 其实就很复杂了 所以在生活中有哪些调源 生活里面 包括我们的厨域 下水到污泥 农业更多 情绪分 养住废水 残渣 工业也都有 换句话说 到处都有 我们生活中都有 家里也有 尤其这边有所谓的情绪分 所以我常讲 我的专业是在打迪赛 因为我现在都在养住场里面 处理猪分量 所以有时候问我说 猪的大便可以做 人的大便可不可以做 我说很抱歉 技术上可行 但是不会赚钱 为什么 第一个 你会天天 你的生活的范围 只有在家里的厕所 每天只大 不会吧 你要去上班去上课 可是猪在干嘛 猪这个任务 吃饱 吃饱 所以 都大大便 所以他才有效益 所以以后如果人要做 早期发电 你就是必须一样的生活 搞不好有人愿意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 所以 还是给 靠经济效益这件事情 所以目前我们锁店 可能是像情绪分 因为台湾的畜牧产业 其实算是非常的蓬勃 而且每年产值很高 还有他一定的数量 所以制造的情绪分量也很多 所以以前在处理这个情绪分 都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现在如果透过早期发电 把这问题给解决 同时创造电的价值 是很理想的一件事情 我们常 我们过那个猪脂肪很臭的 多少经过乡下 远远都闻到味道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用猪大便发的电 你家会臭吗 不会 电就是电 他不会去分手 你今天是太能光 还是风力 还是猪大便发的 也就是电 所以从我角度看 基本上把这种消费解决 解决环保的问题 又可以创造绿人价格是个未来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有人问我说 那到底现在台湾 早期的前面 每天有30万立方米的早期的产量 就是从我们现在 能够看点得到生殖的料源 这些去盘 大概有产生 可以产生这么多早期 好 那目前我们锁定是以 养猪废水为主 为什么 它就占了其中的25% 台湾的养猪 有人说 好像前一阵听过 5566不能灭 不能亡 台湾养猪亡 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一整年 不养猪的产业 产值有多少 你知道吗 一整年 1000亿 卖猪肉 卖肉干的 卖什么的 产值 如果这个产业不见了 台湾瞬间少了1000亿 所以这个产业 因为我从我角度看它是不会消失 而是它必须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环保的问题 所以推早期发力是可以解决到环保的问题 好 再来 在整个农业里面 包括养猪废水 废弃固包 这些都是可以做早期发电的 但是目前我们还是锁定先以养猪为主 第一个 养猪有它一定的规模 我刚才讲 你这个岸产可能是5000头的规模 甚至有几万头的规模 所以它很集中 所以做发电比较它的效益 这所谓的是大便便黄金 但是这个黄金是真的可以拿到钱的黄金 好 所以在早期发电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相关的研发的议题 我这边也整理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不同的有情绪分的 有农业可以器物的 所以任何有机子都可以来做 所以它在前处理就是很大一件事情 这些料理的前处理可能必须含粉碎 甚至要做脱水 均止混合 大家可能觉得 为什么要粉碎 学过化学反应要知道 化学反应速率跟反应面积层 我今度可以把它剁得越碎 这些细菌在吃的时候会吃得更快一点 你给它一根木头妈妈啃就要啃到什么 我把它变成粉末 它下去一下子 所以为了提高反应效率 在前面的破碎 这块是很重要的一块 水 不要还可以 所以在前处理 光前处理就是很多人开始在琢磨的这块 然后再来这些处理完之后 丢到一个叫艳阳发酵槽 顾名思义就是个槽体 就是隔绝外 这些都是艳阳 的确顾名思义是这样 可是大家思考一下 那既然把这些游戏子掉进去 那些细菌在这里面发酵 跟大家请教一下一个生活的问题 冬天跟夏天哪个季节植物容易壞掉 夏天嘛 为什么 因为冬天都放寒下去了 这些维生物都不动 真的就是这样 维生物就是这样 所以我这个环境 如果温度维持在低温 你觉得这些维生物会出现冷的时候 你都自己去外面买东西吃吗 好 实际上有去买 温度维持在低温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我们必须做加热跟做保温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艳阳的温度都大概35度C以上 大概有50度C以上的高温发酵 依据不同的菌种它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越高我们就知道它可能要做加热 所以目前在这一块的技术就有人在做很多温控菌质的发酵 包括也做一些供销化 希望可以提高高产气率跟抗腐蚀 所以必须针对这些去设计它的供销化的技术是怎样 它要批识的如何去做它的最好的菌质方法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现在正在研究了 因为我们都希望说假设艳阳这么好用 把我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业产生的有机责废气 我全部都丢进来处理 然后产生早期做发电不是很好吗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抗腐蚀 对艳阳发酵过程当中有个气体 尤其有毒气体 人如果在超过五落面的级量就像10匹匹的环境当中 人就昏迷了 但是浓化芯在我们发电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 因为浓化燃烧1400三十四 采集同量的创产集颜酸跟的东西 亚专酸跟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跟我们早期燃烧过程的又有一个产物 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浓虾颜酸跟亚专酸 这些东西一定对我们所谓的发电机的设备 然后产生腐蚀性 所以我们在做早期发现的时候 相关的流程都必须要注重抗腐蚀 其实它本身是跨领域的一个 这就其实需要不同的人才 所以做完发酵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早气 那早气我刚刚说过 它里面很多其他的气体 包括二氧化碳 包括二氧化碳 我们必须去做纯化 纯化技术就来了 这样把二氧化碳拿掉 把二氧化碳拿掉 怎么去把水拿掉 而且拿得干净 拿得成本利益 就是很多目前人在做的 好那在纯化之后的气体 基本上就是类似天然气的 纯度可以非常高 就可以当天然气去做利用 或者进入我们的发电机 来做发电用 那当然发电机目前这一块 台湾正在推的是 希望有国产的发电技术 我们不是只有潜舰 战斗机要国际国造 我们发电机都要国际国造 但是我们的国际国造的做法 基本上是结合 希望国外已经成熟的技术 跟民主建 回来做应用 未必都要从头开始 甚至国内 现在目前蛮缺乏 叫并年设备 因为如果太阳能发电 或者说公立发电 所以台湾有并年设备 接发电的场合 去做并年设备 我发电机发了电 我要接到台湾 中间所需要设备 叫并年设备 台湾有它的电压 台湾有它 它结合各种参数在 你如何可以顺利的送上去 台湾电电压是稳定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要在用 那电压都波动很大的 可是早期发电 没有人在做 早期发电机的并年设备 全部都太辛苦 所以我有跟人在 很多做电力系统老师讲 赶快开发一下 发电机并年设备 早期发电的太阳 跟风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其实它很大的发展潜力在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 能不能拿来去做燃料电的机油 因为燃料电池基本上它的有可能是纯类当原料 或者是甲烷当原料 这也是一个 但是燃料电池有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就是 早期里面有容许硫化性浓度 最初每能容许硫化性浓度 大概都到1个ppm 假设燃料电池可以接受是0.1个ppm 那发电机呢 200个ppm 这个一来一回就差很多了 然后再来 我们的早期里面的硫化性浓度会多少 有听过这件事情吗 跟大家讲好不好 发现tpm很高 所以我不知道最高可以高到多少 那为什么台湾的早期里面 流化性浓度会高 这其实跟我们的饰料配方有很密切相关 因为我们台湾最久是 举个例子好了 当你饰料吃完之后 到你的猪身上没有被猪吸收 你就全部放出来 并入你猪大被里面去 油化全都喜欢吃流 就产生流化性出来了 所以 那台湾在做早期发电的时候 遇到很大的困难 看台湾的早期发电系统该怎么设计 他说我们在丹麦 大概是一两千ppm而已 台湾怎么会八千 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在整个技术开发过程 特别注意到台湾的条件的不同 所以就必须有因应的设备跟技术 来解决这个问题 咦 这边还有个议题 我们其实在做完发电之后 还有一些热是可以来回收来做再利用的 所以这个也是 目前蛮多的在琢磨这一块 所以这个也是 目前大家正在琢磨 但是目前来讲 做早期发电 大家主要的收入来源 还是在透过发电器所 发的电 然后卖给台电 据说你要开电器 请问用自己发电器的电 还是跟台电买它的电用 台电的电啊 然后发的电要干嘛 要自己用吗 然后卖给台电 那先讲到一个叫燕氧发酵 那基本上 只要你的固形物含量 有超过20% 重发酵模式都称为干湿发酵 那超过你的含水量 超过20%的一半都实施发酵 那一般台湾的早期发电 都是落在这个范围 为什么 我刚讲 我处理的租分量 含水量都97% 那借这两者之间就半干湿了 那 何时要用干湿发酵 何时用湿湿发酵 举个例子好了 积分 它的发酵比较适走干湿发酵 因为它本身含水量就低了 但是有人讲说 我可不可以把鸡份干的东西丢到湿室里面 我说 我没有必要 所以在设计上面因应不同的设计方法 那我们讲 为什么像养猪场 那是因为 我们伟大的政府 在在20年前 要求台湾的养猪场 你如果在台湾想养猪 你一定要费水出气筒 所谓的三段是费水出气筒 我们的第一段叫做故意分离 然后第二段叫做厌氧发酵 第三阶段叫做吐气处理 就可以去放流 所以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三段是费水处理 你只在台湾想养猪 你养的头数 超过200头的 都必须要有这个系统 你才能养猪 只是在以前 这个过程有东西叫厌氧发酵阶段 代表说它这个阶段就产生早气 只是在20几年前 这个早气都没有处理它 为什么 那就没缺乏啊 没需要啊 干嘛去处理它 所以当我们现在要推循环经济 推早气发电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这个长域 为什么 这个早气已经在现场等你了 它在20几年就不做等你了 只是以前都没有拿来用 我们这是把这个长域 都产生了早气拿来做发电 因为你不用再额外投资厌氧设备 现场就有厌氧设备了 当然 厌氧设备 下方设备是 起码这个已经有个长域在 这边会有 然后什么叫厌氧的厌氧 就是我这个照片 下次大家有经过农村 看到仰作厂 如果它发现有废水池 上面有红色的带子 它就是厌氧石 上面这一条条不是热斗 这叫红泥胶皮带 它为什么会这么鼓 它会这么鼓 不是因为水满出来 是早气把它撑大了 像吹气球一样 然后我在上面 只在接通这个管子 我就可以把它里面的早气 转化跟发电 现在我们会选择仰作厂来做 这个目的就是 每个仰作厂 只要你超过200多 你应该都有这个东西 当我说老板 你的红泥胶皮有什么都破掉了 你为什么连半顶都没有 他把废水做得很好 他会不会赚钱 不会的 他赚钱收入透过什么 养猪卖出 做废水处理 只会花钱 不会赚钱 所以当这个东西 对政府要求我一定要做这个 等我再正在推 我才发现 原来 破道已经 难怪 你养猪被抗议 这个是盖起来 然后一个是没有盖起来 你却拿一个臭味 所以我都跟养猪厂讲 你会被抗议是因为你这些都没做好 水没处理了 排出去 当然臭味的问题 环境未来 一定会 所以当我要推早期发电的时候 我发现 不能直接跟养猪厂的老板讲 老板跟我讲 台湾确定又不是我养猪厂造成的 干嘛叫我发电 我好好养猪就好了 这么说也对 我们确定又不是养猪厂造成的 干嘛发电 我叫养猪厂要做早期发电 所以我后来就换个思维 既然我发现说 每个养猪厂都有废水处理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换个角度跟老板讨论说 我帮你解决你的废水的问题好不好 因为现在这几年养猪厂造单位 查得很紧啊 环保可以跟他下一个命令说 因为你的污染 老板讲的五千头 如果我去跟他讲说 我帮你解决你的废水的问题 让你可以安心养猪 你要不要跟我配合 然后我帮他把废水改善之后 可是我跟他讲过了 废水其实有个环节要厌氧 他就少到这个阶段 导致到最后水是处理的不干净 也就是硬阳功能恢复之后 他发现他水真的符合法规的标准了 可以把这么多年来 压在心头上的石头放下来 我再来跟他讲说 老板 你也花了这么多钱去改善废水了 也可以安心养猪了 要不要再相信我第二次 我们把这早期拿来发现 帮你的废水从花钱变成讨赛钱 你不要陪我 我再从政府挖补出来帮忙你 有意愿了 换句话说 我觉得工学院学生 应该有一个思考能力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想解决 是眼前这个问题没有错 可是你必须帮这个问题做 系统性的谈点跟分析 我为了要做早期发电没有错 但是我都直接跟老板讲 我解决你本身的问题 产业的根本问题先解决 在同时给你发电的效益 让你赚大钱 人家就去配合我了 这也是我在看待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所以我们这几年 发电一开始很多人都不太看好 我在15年前推了 我看到说 这东西很成熟了 国外都有在做 可是台湾就是没有 再来是很多人说没有经济效益 我说经济效益 是在于你是怎么来设计这套系统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一套会赚钱早期发电应该怎么来设计 但是我们这几年下来 我辅导的岸场其实已经超过七百场了 全台湾的养住场有七千场 我辅导了七百场 我只辅导了十分之一 我花了四年 辅导了十分之一 我大概二十几年可以退休 我应该迟到最后 换句话说 这个主要是吸引大家的头 半导体厂很好 但是其实船采有它的不错的地方 好 那政府有定个目标 就是在我们讲今年 今年要投入早期发电的 要两百五十万头租 你看我会觉得很奇怪 发电量怎么用头数来订 不是应该订那个几个Megawatt 还是什么的 就养住场早期发电 是用头数来订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跟你讲 你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定下去了 早期发电 尤其是养住场早期发电的 技术的认知了解 并不够的时候 你要去订出 我这些猪可以发出多少电 一只猪一天 可以产生多少早期电 这答案要先知道吧 可是有这个答案吗 好吧 好像没办法从装置来订这个目标 就从投入来订这个目标 有这个背景故事在 OK 但是政府还是第一个目标 像今年是250万头 目前我大概已经推到220万头 换句话说还缺30万头 我还有两个多月时间 理路上有机会了 那我们现在在副院当统 当时前生院长的时候 我就去跟他报告早期发电进度 当场下一个才是 早期发电事务有起设 所以应该要每一头租都做早期发电 不要只是250万头租 如果把头租 你看现在带回我的团队 什么 不要那么悲观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做得不错 政府要加码投资你们 就应该很难 看到机会来 就勇敢去承接那个机会 不要抗许 好 所以 今年的目标是250万头 希望所有的租都 一半的租都 只要做早期发电 可是我刚才讲的 推倒租厂老板 愿意做 他就做得成功 我要有合适的设备 合适的厂商 换个地方做早期发电 他说没有人料场上可以帮你做维修安装保养的工作 退不动的 否则东西会用你修啊 你组件供应要有人供应 这是我先做的第一件事 把台湾能够做这些 或者想做这些全部找来 成立一个后勤维修体系 再来 把有你也或者要相关的产业 包括很多工业气体处理的 这些相关能源 举例是 在工艺界里面做气体处理 脱油 硫化性本身是个容易溶于水的一个气体 我脱过水洗 我就会把硫化性拿干净 进入工艺就成熟了 只是以前用在台湾早期发电这一块 举个例子 他是做台湾能的业者 他有病人的经验 我说我们来看一下早期发电病人设备 举个例子 他是做厌氧处理的 我说把你的厌氧技术改成早期发电需要的厌氧草 把早期都业氧化解产生出来 我们就不断去整合这些业者 形成所谓早期发电的国家队 我们在105年106年100年庆 全部在做这样的事情 才让今年 大概我出过250万头出 做早期发电这些可以拉标 后勤体系没有建构起来 其实通常没有人意愿做 或者每次必须从德国从美国原厂 找人来帮你做维修 换个机油都请美国来帮你换 不需要的 所以我才说这个产业 这个是个能源产业政策 所以我们这几年不断做这样的事情 最后成本效益考量 你找到设备了 但是来自手机 你要的不是他还赚钱 要是方便性 但是我们做机发发电 大半是为了要赚钱 所以一个短短的赚钱 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刚才借过关系的一位黄老师 他我就专门跟他合作 早期发电的经济效益评估这一块 到时候跟大家分享 早期发电只能做 好 所以我们这几年下来 我们福岛的养猪场 只要有养猪场 大概就有我们的生命 来看一下那个 密度之高 我说过大概700场 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 未来的机会 所以我们只要讲说 有养猪场的地方 通常就会看到我的同仁出现 包括东坡也有 还好现在外岛养猪不多 否则我们搞不好 金门有 马祖也有 但是还好他们不太需要 否则我们还要出去 也是蛮辛苦的事情 那从106年到109年 这些暗场都是辅导之下 一一成立 大概目前我手上成立的是 3.2MW 这个已经完成建制了 那我刚讲全台好像有5MW 就含我的3.2MW 价格大5MW左右的 早期发电的容量 那这些每个暗场都是我们逐一设计规划 然后审查 然后刑场上来建制 然后完成这些暗场 好 刚讲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早期发电养猪场目不改定 因为每个养猪场的养猪形态不一样 包括饲料配方不一样 包括猪的品种不一样 更包括你的肥水处理的方法不一样 让你平均下来 一头猪的产器量是不一样的 这么多负载 其实我还没讲 所以换句话说不像在国外 国外他们基本上在大麦做手机发电 只问你是几头的 然后这个模组化下去 啪 你是一千头的 五千头就是模组下去 因为在大麦养不是SOP流程 你所有饲料配方 所有饲管方法都一模一样 台湾养猪就偏偏不是这么一回事 台湾养猪重视是什么 主转秘方 我们阿公说这个饲料 全装下去一滴 会比较好 肉也比较好 会比较多 哇 所以很多的自餐配的饲料 让我们猪粪里面的成分就很不一样 导致我们每个养猪场在做 每个暗场做手机发电 我基本上都是客制化就发生气 我去比较好 我刚讲说 因为它的饲养方法不同 也包括废主处理系统不同 我今天只是分几个模式 一个叫做厌氧潮的形式 光这厌氧潮形式都差很多 有异流型的 有上流型的 有异流加温控搅拌的 有二阶段的 有搅拌什么异流搅拌的 我跟你讲 形形色色 我们发现 每头猪每天产气量就不同了 有人是0.03 有人回到0.1 有人是0.07 有人是0.08 再来 发现 请问你的产气量跟你的规模别 有没有关系 我们发现 把每个养猪场的 两千头以下的 两千到五千之间 五千头以下 发现 好像也真的也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 你的蓄色形态是哪种 是传统地面型 混合型 还是高床型的 发现产气量也不同 我的妈呀 这大小小处理漂亮 才会符合完保标准 然后不断去监视 你这个暗场 每个产气量 所以一个暗场 我会量 我会重视的点是 你每天有多少产气量 这个 你刚刚讲的 或者是释远规模 这些人做参考 我会以真正的 实际的气量 来做规划 你每天 如果有一千个立方 你设计 一千立方 你的耗气量 的少气发电系统 你不应该 再把射击两千立方 你的耗气量的 早气发电系统 那个注定就是 失败跟亏捷 可是以前做早气发电 我们觉得没有提醒 像是什么 丹麦的一千头的规模的方法 直接套用到台湾一千头的早气发电 当然不一样 会随土不服的 我们的产气量 跟国外的产气量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之前很多早气发电 会失败 也是因为这样子 你明明的发电容量 只能装个100kW的发电机 它明明要给你装个500kW 代表说你的投资金 起码很高了五倍 你总去摊体会 早气发电是很直接的 产多少气 就可以发多少电 可能是0.7立方米 所以我只要知道 你有多少产气量 我就知道你每天 可以发几度电 一个月多少电费收入 就轻轻出处了 一度电五块钱 一整年可以收多少钱 就轻轻出处了 假设一整年的电费收 都可以赚到500万 然后现在台电保证 顿售20年 我就问老板 你一年可以赚500万 你要几年回收 假设他想要五年回收 那你的建制成本 就不会超过两千五百万 就这么一回事 后面15年 就是你赚的 就是你的profit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台湾推早期发电 就是每个暗厂设计 才能确保 它后面经济效果去呈现 所以其实 这个是含很高的技术能量 在这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量出来 发现说根本 台湾的早期的产量 不是一个 这样在丹麦一头猪 就可以到 0.2立方米的产气量 我们是做不到 而且是远低 为什么 台湾的养猪的早期的产量 是远低 因为我们养猪的用水量很高 在国外养猪 不需要用这么多的水 可是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水 第一个 台湾太热了 一热猪就不吃 不吃就没有肉 怕热 所以要洒水 降温 第二个 因为养猪场很臭 为什么会臭 因为猪大便 养猪场老板 你之后不断去冲水 就把热掉 减少臭味的问题 导致我们用水量这么多 一头猪一天 用到山 很多 可是一头牛一天要500公升的水 所以一头牛一天要500公升的水 再加上它清洗那些牛粪 用大量的水去冲洗 因为牛粪很干 今天如果叫你去照顾一个养牛场 老板跟你讲说 你用手去剪那些牛粪 看过牛粪吧 去不过肯定看过 一坨一坨在那边干干的 老板你去清理那些牛粪 你用手去剪 还是用水冲冲把它冲走 不想碰它 导致一头牛 每天的用水量就更高 包括一头猪 所以才导致有废水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去量完之后 发现说 其实不同的厌咬槽形式 跟不同规模 不同的蓄设 它的产性还是不同的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去量的 我在个暗场里面 就把流量器一直装上去 然后在我的实验室 不断接受这些数据 一直记录着 每天的产性要多少 才得到这样的结果 如果我今天要挑 做早期发电暗场 不可能每个人都做 把优先目标先定出来 你才有绩效 所以这是我们在推动过程 为什么要去做这种盘点 有上场原因在 然后全台湾做早期发电 这些都是全台湾做早期发电的暗场 所有量测的数据 所有大数据的分析 其实一头数据平均 一天是0.04而已 哇 惨了 造成很多早期 做早期发电暗场 现在就有失败了 那 我的角色怎么办 早期残量真的不要太乐观 现在早期残量的因素 多了 光讲了气候都是个影响 你夏天怕热就冲水 冬天就冲水吗 那第二天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那个贴室是不同的 所以怎么去做到这些事情 设计一个好的早期发电系统 就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这些是 我们现在有在设计早期发电的暗场 我们都有提供它的 每天的结成是多少 让老板在做早期发电规划的时候 该知道 比较明确知道 他应该怎么去做 好 讲个例子 我们每次在做早期发电的时候 在几年都不当第一个白老鼠 你说你不想说 谁都不想说我去那找 所以我做清理痕 我自己去盖一个早期发电厂 这个暗场 报告上 全部讲到多少时间好了 三年 大概可以从 国中毕业的 高中毕业 多大学的 我花个三年来盖好感想 为什么呢 因为要让全场合法 早期的法规 里面都没有写到任何跟早期发电相关的规定了 以前在立法的事件发现这个事 我为了让它合法 我只好去做法规的调试 修法先修过了 我才让养住场去做这件事情 否则养住场就变成违法了 带头这样做违防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好了 养住场的用地是什么用地 虚目用地 就是农地 会是工业用地吗 又不是笨蛋 工业用地到底是什么 盖工厂 盖厂房 养住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有农木用地 农木用地为什么可以发电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如果在农地上面做任何做 我是养住养牛 很合法嘛 农地嘛 可是为什么我可以去做发电 甚至可以做太阳能 代表说这种过了 同意你去做这件事情 甚至 站在不同部会的权责方面 农会一定觉得 对农业归我管 太阳能早期发电应该进去 可是进去不是讲说 对啊 那是你家呢 部会之前不知道谁要来主导这件事情 必须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早期发电跟太阳能 像太阳能像属于农业的附属绿源设施 跟风力发电 可以直接在 畜牧场里面直接做 它属于农业的附属绿源设施 早期发电 目前是放在 畜牧场里面的原生价值 我刚才不会讲的吗 养住场做早期发电 是因为 它把废水处理得好 所以 它可以去做早期发电 因为 在农会角度 它不应该直接去 跨越了经济部能源 去决定能源这种 它只能站在 它的主管机关 是农业的主管机关 所以只能看 这件事情 如果可以把畜牧废水 做妥善处理 让我养住场 安心养住 它会支持这件事情 这些结果都是 透过很多次的沟通协调 才得到最后结果 可是我们目的最后一个 我让这块土地的主管机关 同意它做早期发电 就这么一会儿 所以方向的沟通 来回就花了三年了 好 法规没问题了 开始要找建制厂商 炒气发电有建制厂商 开始要找一个 英特务 刚才说哪个设备 可以怎么用 去哪边进这个设备来 开始慢慢训练它 把这样系统给建构起来 到最后能够卖电给台电 花了整整三年时间 这个案场是大概是4400头的规模 我们规划的早期发电是50k瓦 银砖100万 它花了建制成本大概350万 因为是我们要支持 也没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这个案场 大概3.5年应该就回来了 那基本上大家有讲到说 其中一个技术叫拖流 因为硫化性浓度 对设备会腐蚀 我们这边用的拖流设备 是用简易脱流随息脱流 这个案场的硫化性浓度 平均是在8500左右 我们脱完硫 可以变成30个ppm 这台设备可以用手机远端遥控 不像以前老板们跟你讲说 我几滴的重点 我胖子能够花点掉 你的手机就可以决定 你的发电机任何事情了 目前这台发电机 2009年挂表卖电码 到现在经理跟我讲说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台发电机 多养一辈的读备 所以 你基本上一个案场 这种做法 他就比较容易赚钱 基本上一个老板 你刚刚刚讲说 这个对环保很好 老板心目中还是个目的 对环保很好 可是呢 所有说做发电机要能够赚钱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在做的早期发电过程当中 他很知道这个 这样的图处是要是他的强项 可是发电就不是他的强项 甚至他每次都问我说 那早期发电需要很大的图片吗 大概这个几成几公里都够用 我的牧场里面怎样 整个空间可以给你用 所以为了让老板很了解 我只好去做 你的现场长这个样子 你的发电机要放多大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实际的案例 就是在我们麦聊一个养猪场 它的早期发电的暗场 这是全部按照它现场的环境的比例 大型去做设计的 那看到这右边就是一个叶氧池 这是除气带 这是拖链跟拖链 然后就是配管 拉过来 拉过来 这旁边这样的蓄设 他们说 需要这样的空间 就可以做早期发电 对 三千万 他说那几年回本 我说你的暗场应该也是五年内可以回本 所以这个暗场现在已经 今年也完成建制了 所以基本上有机会 也是慢慢赚钱的一个暗场 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想出很多不同的方法 让养猪场理解 甚至每个暗场 我们一定会请他跟厂上签好保固维修的合约 你今天卖地是卖十年 你不能只跟我说你保固一年是保固两年 那我后面十八年怎么办 所以基本上他们签一个合约签法要签八年 可是站在维修场上的角度 我都跟他讲 你跟他签八年代表你这八年有事情 你这要掐取费用的 你是有其他收入可以去赚的 所以你应该努力地去跟农民做这种 合约的签署 让农民的发电系统可以正常运作 你可以赚取你该赚的利率 甚至我们会每一个叫做你干脆要不要把你的发电的获利 一部分 直接给这厂商 他帮你做guarantine你这套设备的这个运作 这都是很多不同的商业模式可以去推动的 所以我们这几年很多不同的模式 意义去规划 让很多暗场的意义去做早期发展做起来的 所以我们开始推动之后 我们做早期发电暗场其实从增加到期市场 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整个建制早期发电暗场 其实数量会多很多 以后大家可能不是只知道猪 可能你用到的电 对厂商发的电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猪要多的感激 然后我们现在再整个推早期发电暗场 我们会希望它是以 并网的受电为主 所以这个大概发电之用 希望它越来越少一点 我们希望它是尽量去走所谓的受电这一块 为什么 一度电就是卖给台电一度电卖五块钱的 你若是发电自用的 了不起就省一度电12块而已 因为你发了多少电自己用 只能跟台电少用的那些电量 那一度省两块钱而已 那当然要卖电比较好赚 才具精进效益 所以我们目前辅导的暗场 但是基本上都要去走受电 而且发电发现 不要具效益的都是受电的暗场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知道你是受电 你只要把发电机准时打开 你的钱就来 大家懂我意思吗 有发电有卖电 发了电那电马上送到台电去 你可以想象 5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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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进来 人家是自用的人 我今天有需要才去发我的发电机 因为你会想糟糕我今天开下去了 我还要去负责保养 跟测试开1万公里保养是一样的意思啊 我竟然不去开它 越不开它越没效益 东西就坏 所以对一个产业推动上讲 我们希望它有个 金流的一个模式存在 所以鼓励它去做受电的模式 当然不是每个暗场都可以去做受电 包括我们像贵限容量的这样一个瓶预测 或是工程费用太高的这样一个瓶预 所以除了受电模式之外 我们接下来再推也是像绿电凭证 去卖探权的这个模式 也是希望可以增加养畜厂做早期发电收入 这个如果等一下时间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那大家有台湾比较多可能是引擎式的发电机 还有欧罗轮的发电机 这个很多人一看 但是如果我说这两种到底谁的效果 我跟大家讲 差不多了 就跟别吵了 人家讲BM到底有哪种引擎很好 对不对 可能Benz就是另外一种引擎 可是我必须说 到这种感觉 引擎效果都很好 重点在于你脱流做的好不好 你今天载好的车 给它不好的汽油加下去 性能是跑不出来的 你目前引擎的技术 发电机的技术基本上都很成熟的 只是在于对早期的处理的技术成不成熟 所以目前我们量测下来 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大概25%到24%到25%的发电的效能 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哦 我今天讲完 我的化学冷进去 真正变成电出来的真正值一 那现在75%去哪里了 废热 所以其实我必须说 我自己在辅导早期发生这几年下来 如果他的现场去卖电是最具效益的 我会让你去发电 可是有时候最具效益的不仅是卖电 有可能是热能的直接应用 因为热能向南烧效率其实是很高的 对一个养猪的人来讲 他重视的是什么 那个猪可不从小养到大去买钱 所以小猪容易感冒 小猪是需要做保温 如果把你的早期拿来做保温灯的应用 把这些猪照顾好 猪卖的钱比你发电卖的钱还多 要懂我意思吗 对这个产业具体的提高就高 如果我在实化业里面 我同时在辅导实化业做早期发电 我们就会让他把这样的早期拿来做自成面的天然气的取代量 因为他有减碳权的需求 他必须减少他的天然气使用量 我就不会让他一定要去发电 所以每个暗场早期的再利用的形式其实会不太一样 好 所以刚才讲了 我们现在早期发电机器效能带到25%左右 我现在讲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是集中处理场域 代表认为早期发电厂应该要轻松出 可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家隔壁的快控地 要收集全台南市所有住宿内都会做早期发电 你们会支持吗 你们会支持的 为什么 去抗议 臭味污染 没错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推这种集中处理场域的时候 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也不断在思考 解决民的营养的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以营养座这块来看的话 可能比较难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有潮流的方法是 专区去处理 举个例子 像台中外国 现况不明 他就是希望去处理类似这种状态 好 那最后讲一下 碳交这块 我们一直在做早期发电 一直在做生存 我们的碳权不够够出 检查过的 残忍作教训 因为有贴上的方法 你觉得我付这个钱给中油是合理的 因为他流量计算是准的 大家听懂为什么吗 任何设备要贩售都必须经过公正单位的验证 可是我们没有任何设备设备的单位 导致会被国际上自己说你的绿电源不够 所以如果这个产业真的要落地生根 验证单位必须要先存在 验证的方法必须要先存在 这个必须先建构完善 台湾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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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下走 好 我先停在这里好了 好好看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提出 完 谢谢大家